差不多客廳就是以上關於阿布的變化 來我們去下一個 下一個房間來坐 坐下一個 趕場趕場 來最後到房間 房間就是剛剛那個箱子 只要我們有買什麼東西 然後有那種阿布塞進去的箱子呢 我們就會擺在這邊 然後一直給他玩 回到他爛掉為止 然後球球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球球很棒 就他有時候會自己過來娛樂一下自己 然後就這樣推幾顆球 這個彈彈擺在這呢 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阿布很喜歡躺在這 所以我就幫他鋪了一個小墊墊 來 坐下 你現在可以開始蹭了 請開始你的表演 哎呀 嘿嘿 阿妮娜就會坐在這個墊墊上 然後 幫你就坐在那邊嘛 然後就這樣陪我 度過一整天 我們是好朋友阿布 我是好媽媽 每天陪著小貓咪玩 我這是一個合格的好媽媽 來試的話秤一下 太好了 然後最後一個呢 是之前 開始天氣變冷 然後冬天的時候 阿布最近很喜歡睡在床上 然後 平常呢差不多下午三四點就會來叫我幫你起床餵他 呵呵我要強行幫你爐走 爐到床上 呵呵 Go Go 我們去床上躺躺給大家看 又不要 你每次媽媽抱你你都嘛不要 而且平常啊就是在躺在床上啊 然後這樣拍拍兩下他就會跳上來睡覺 我是說真的 他真的會聽我講 啊啊 又走了 算了 好啦現在因為有貓草 所以阿布會一直想要回到這裡來 那我們就在這裡 最後再總結一下吧 總之呢阿布最近用的東西都跟以前差不多 也沒有特地新買什麼東西給阿布 以前呢會比較頻繁買 是因為 每一次拍阿布的影片呢 都會想盡辦法的 就是想一個新一點的主題 然後所以才會不斷的 為阿布天真一些 寵物的設備 然後就是沒有拍的話 也不會特地一直去買 這樣子 然後我是不知道這樣子 一直買阿布幸不幸福啊 至少他玩的蠻開心的 每次有新東西來的時候 都蠻捧場的 我是是在稱讚你阿布 你有沒有聽得出來 媽媽是在稱讚你很捧場 就是要貓咪捧場 主人才會願意買阿 你看如果 邦尼買了一張新東西 然後阿布就是看兩眼 然後就回房間 這樣多失望 是吧 所以你是一隻很棒的小貓咪喔 那再來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 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 比較嚴重 然後那時候邦尼真的 超級慌張的 我們去就定位 然後再好好講一下這件事情 嗯 我原本想離開這邊呢 好好去一個好一點的位置拍攝 但是我看這隻貓 躺下了 似乎好像沒有想要離開這裡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就在這裡做說明吧 之前呢 在 上個月吧 已經過蠻久的 那時候 阿布走丟了 對 就是走丟了 他平常都在家裡 他是如何走丟的呢 其實那一天是因為 我們平常會叫Uber Eat嘛 所以我們會去開門 但是阿布平常是屬於比較 害怕的貓 所以他不會接近門 而且之前 媽媽也很嚴重的警告過他說 來這個門不可以靠近他 我想他是聽得懂的 反正他那一天 雪兔在打樓 然後 走得很急 所以 門就這樣子 給他隨手 揮一下 然後沒有關好 我在想啊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到 我是真的好幾個小時之後才發現 阿布怎麼都不見了 然後也沒有來找我 討飯吃 我就出來逛一逛 然後 到哪裡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才發現 阿布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但是我也不是當下 就想說 他跑出去 因為他平常人喜歡這樣 躲貓貓 嚇人家一下 所以我 到處都找過之後 突然發現 哇 大門為什麼是開著的 我就會雪兔說 剛剛你不是去拿外送嗎 為什麼門是開著的 結果他才說他沒有關好 然後 阿布 這下應該是確定是跑出去了 然後剛剛也說到 阿布平常是一隻很害怕的貓 所以我想到時候情況應該是 阿布猶豫了很久 下定決心之後 就往門外 就是 慢慢的踏出去 然後去尋找一下新的冒險 開啟新的旅程 是不是 看有沒有要這麼擔心 道歉 就道歉 好啦 後來呢 我們當下 第一個反應 就是當然 我就直接拿著手機 往外衝 因為我們家是住在二樓 然後我在想 他唯一能 走掉的地方呢 就只有樓梯間 所以他可能還在樓梯間裡面 所以我就往下 往上 然後各種跑 但是偏偏 我們這棟公寓呢 又有兩邊分開的 就是我們有兩個走道 樓梯走道 然後都是可以上下跑的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阿布到底是從 左邊那個進去呢 還是右邊那個進去 所以最後我就選了一邊 然後先往下跑 看一下管理室有沒有 然後沒有 然後再往上跑 然後那天真的是我運動量 超夠的一天 當天找完之後 然後隔天直接踢踢 就超累 我真的是像瘋了一樣的 就是在公寓裡面亂跑 地下室阿 然後樓梯阿 邦尼是一個對地下室跟樓梯間很忌諱的人 講忌諱嗎 其實應該 是害怕 我蠻 就是蠻害怕那種地方的 就是很膽小 不敢自己走樓梯 然後地下室又很害怕 但是我那天 就真的毫不在意的 就是往樓梯間 自己衝 然後還有地下室 就想能快一點把阿布找回來 就快一點找回來 前面我的害怕已經大過於傷心 所以完全沒有就是 完全沒有 哭啊 或是大鬧啊 怎樣 就是 只是想著說 應該還有機會 趕快找就對了 後面的管理員 就是差不多過了九個小時之後來上班 然後我們就跟他調監視器 拿外送的那個小時開始看 看到早上 都沒有看到阿布 我也不知道阿布到底是 跑去哪裡了 怎麼會監視器都沒有拍到 雪兔也陪我從 地下室找 然後找一圈 也都沒有 然後當邦尼真的很失望 開始大哭的時候 我們決定 就是再去樓梯間 重新 從一樓走到二樓 全部找過一遍 最後最後 我們就在樓梯間 找到這隻阿布了 他那時候很害怕 他就這樣子 他是差不多像這樣子趴著 然後耳朵 耳朵就這樣子 垂垂的 這樣子垂垂的 然後 就趴在那邊 然後一動也不動 然後 當我們一靠近的時候他就開始 喵 用那種很難過很難過 媽媽去哪裡的那種聲音開始叫 你看他現在知道我在講他 是不是 是不是你 你為什麼要跑出去 害大家那麼擔心 你又不愛出去 還想出去冒險 以後可以不要這樣了嗎 你要出去可以叫媽媽帶你出去好不好 不要自己衝出去冒險 很可怕 答應我 打不勾 我們現在就打不勾 以後不出去啊 說好囉 你看 我現在有勾著你的小拇指 我們 契約正式成立 好不好 你要陪媽媽走到 很久很久以後 知道嗎 好啦 你最乖了 秤一下 表示你的歉意 好難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時候走丟 然後 邦尼呢就拿了這張 這張阿布的照片 然後各種問說 你有看到這隻貓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他 他自己從家裡面跑出去了 可能還在這棟樓裡 然後就詢問一下 但是大家都沒有看到 而且我們很擔心的是 因為阿布 他雖然會害怕 可是他又親近了 有朋友啊 都要幫你家來 然後他就是聞一聞看一個 就可以隨便你家 不知道隨便你家摸 所以我擔心 我更擔心的是 他被其他 就是住戶先帶回家 這樣我就更找不到他 而且如果 人家還不跟管理師講的話 我就真的 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真的蠻擔心的 你看 這張拍得這麼白 就真的很像 我要失去他了一樣 這張照片就越看越傷心 最近的時候 看了這張照片 我的眼淚就一直狂掉 躲在被子裡面哭 大哭 你怎麼默默的又坐回來 差不多都說明完了阿布 之後邦尼也會好好工作啦 不然大家好像 真的非常 非常 非常的想念阿布 我看那些留言真的是看到快崩潰了 邦尼也會有自己希望做的東西 我很開心大家這麼 愛戴阿布 可是 這頻道呢 畢竟也是邦尼自己的 所以會比較多元 就是主題 還是由邦尼來決定 所以不一定會一直都是阿布啊 或者是遊戲什麼的 所以希望呢 大家呢 互相尊重一下 如果有其他類型的影片的話 偶爾問一下 邦尼OK 但是呢 不要每一個 影片的留言全部都是阿布 不然 看了壓力也會很大 會更延後幫你想要回來的心情 就是本來就已經是因為壓力大了 所以才決定 暫時先放下YT這一塊 但是 就是讓自己心情繼續慢慢排解 結果 反而又會因為留言壓力更大 就會 就是 更不想要回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 一方面很對不起大家 可是一方面又因為自己心理的問題 所以就是 大家互相理解 大家互相尊重一下就好了 阿布看來也是累了啦 你就這樣塞著不要動 我就說你可以進去的吧 剛剛就是沒有興致進去 現在終於進去了 我們就是在最後呢 帶他去量的體重好了 放上去 4.5 4.5而已 阿布你好像沒有胖耶 你就只是 你就只是看了 你現在是什麼臉 你就只是看起來胖了一點 但其實沒有胖耶 你現在這臉超好笑的你知道嗎 好可愛喔 好啦不鬧你 阿布其實根本也沒有胖嘛 到底為什麼 看起來 肉肉越來越多 好奇怪喔 大概是 毛變厚了吧 可能到時候又要開始掉毛了 然後家裡又會一堆阿布的毛 你是不是要睡著啦 累啦 好啦 今天也拍夠久了 辛苦了辛苦了 可以下班了 辛苦了辛苦了 今天預備呢 跟大家說的事情 嗯 全數都講完了 阿布今天也很乖的配合 叫他幹嘛就幹嘛 有啦大部分啦 大部分都很乖啦 真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樣啦 如果喜歡班的影片請訂閱班的頻道 乾脆班的動態 那如果你喜歡阿布呢 記得幫我下假的讚 讓我知道你們喜歡阿布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最愛你了 真的啦 超愛你的 以後不准給我亂跑 真的啊